老公出轨后还恬不知耻地提出来要和我同房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从心理学角度给你说说这位男人的想法 第四种其实最恶心人 第一他单纯地想在性上补偿你 尤其是第一次出轨的男人 他类心多少会对你有愧疚感 所以他觉得跟你同房就是在弥补你 但这其实只是为了给他自己的心理解绑 他潜意识会认为啊 反正我补偿你了 你就不会再责怪我了 那第二是单纯地飘了 他觉得自己很厉害 可以搞定两个女人 甚至还觉得很刺激 可以想情人之美 家里红旗不倒外面采集飘飘 几种不同的感觉啊 都是他想要追求的 但其实这是他自卑心错误的价值观在作祟 越是有这样心态的男人 内在越自卑 第三想要同化你 怎么同化你呢 一是我对比了新的女人 发现和你之前的相处不够舒服 我给你教一点新招数改变你 让你更好地满足我 第二呢 他也知道你会厌恶他 但是只要你俩同房了 他就觉得 咱俩就谁也别嫌弃谁了 第四是单纯地把你当工具 有一类不断出轨 也不断要求跟你发生关系的男人 就是单纯地把你当作 满足他信誉的工具而已 当然你除了满足他这方面的需求 你还要满足他其他方面的要求 比如照顾他的家人 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说的直白点 你就是他的工具而已 他没有把你当作爱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